2839 穿著外套啦 大家好我是好A 好A今天有個任務 準備打算拍三個視頻 第一個視頻的話 就是要騎車 現在的里程數是2839 從豐台區大鴻門附近 打算騎車騎到 北京房山的良鄉 那邊的出租屋 好長一段時間沒回去了 我現在要回去 我在那邊的出租屋 打算換一個房間 房東通知我說 我現在的那個房間的那一棟樓 要裝修 然後讓我搬到他別棟去 就是大概這兩週的時間吧 我現在就回去處理這件事情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要剪頭髮 最近頭髮比較長喔 要剪一剪 第三件事情就是跟房東約一約 要去當地的派出所 去登記一下 就是登記一下在這邊住宿 我不知道其他外來的人 就是你拿大陸身份證 要不要在北京這邊 要不要去當地派出所登記 我據我了解應該是不太需要的 那我可能就是要去登記一下 所以可能會拍三個視頻 現在因為今天早上北京這邊下雨 其實從昨天就開始下了 這幾天 然後原本是想說早上就沒雨了 但到現在中午 下午的一點多 還是有零星的一點點雨 但我想說可能來不及了 太久了 等不了啦 不想等那麼久 於是我就出發了 今天 這個視頻 從我剛開始製作我的生活日誌的時候 我應該也有拍攝過 就是從 那個豐台騎車到房山的話 會走一條 金糧路 金糧路就是北京跟糧鄉 這兩個次組在一起的叫金糧路 也就是說從北京市區 可以通到房山糧鄉這一塊的 等一下打算就一樣再跑一遍 跟以往不同的是 我當初錄製視頻的時候 應該是 冬天吧 應該也兩三個月之前的事情 對吧 今天就算是生活日誌 紀錄一下囉 應該可以發現路邊的這些花花草草 跟冬天的景象是不太一樣的 北京這邊 冬天的話呢 就沒有什麼綠色的感覺 但我還是相較之下還是比較喜歡冬天 因為北京的冬天是很冷 這是屬於乾冷的這種 而我這個人就比較糟一點 所以比較不怕冷一點 其實現在騎車的話 也不太需要穿外套啦 那只是因為我今天的騎行 可能會到達三層四十公里 所以騎個外套 萬一下雨了還是怎麼樣 預寒一下等等 現在到了這個圓環 這裡是大鴻門橋附近的啊 我最近在大陸這邊的那個頭條號啊 上面 我從上禮拜知道的吧 就是發威頭條 然後它會有一些展現 會有一些曝光 基本上都是在本地展現啦 也就是說我現在在北京的話 會比較多推北京這邊的推流 然後呢 有很多好處喔 我就是打比方你當作朋友圈在發對吧 有點類似發微博吧 但是呢我們的影響力沒那麼大 沒有像微博這個 這麼多的粉絲對吧 微博你要有一定的粉絲數量 微博才會給你分享一些廣告收益 那我目前為止 我算是通過微博的廣告收益 好幾個月啦 但是因為我粉絲數量非常少 所以呢在微博上面 基本上也一直都是持續掛蛋 就是沒有收益的這種狀態 但是在頭條上就是有一個好處 在本地推流 會有一定的曝光率 瀏覽量 只要有瀏覽就有一部分的收益 然後台都會看得到數據 還有另外一個好處就是會漲粉 就是有可能我發視頻 我發影片 再發動態 動態推流推到本地的社群裡面 然後就很多本地的小伙伴可能就 關注到我這邊來 然後順便看一下我的視頻 然後就會產生一些收益的部分 就是實實在在的 不過它也不多啦 可能就是幾分錢至幾毛錢這種的 因為我的粉絲數量不是很高 對吧 那裡面就有一個網友一直 有一些網友找到我就說 你雞蛋在哪裡買的啊 你給一下地址吧 或者是說他會猜我住哪裡 你是不是住這裡啊 你是住這裡哪一區啊 之類的 唉唷哇塞 過一下 過啦過啦 這條視頻 如果是在北京這邊的小夥伴 不小心看到的話呢 北京的小夥伴應該都知道 在去年的 2021年的 11月1號開始吧 北京這邊的 電動車 有一個新的規定啊 就是你得有 上白色的車牌 你得買符合標準的車子 上白色的標準的車牌 以前那種黃牌子的那種臨時車 就不讓騎了啊 那新的標準呢 是騎行 時速不能超過25 所以呢現在在北京 合格的電動車呢 你的騎行的速度 基本上都不會超過25 我是說基本上啊 要是有超過的話 這個 這個就不方便討論啊 我這麼說你知道嗎 因為 如果是時速25公里的話 我如果那個油門驅到底 這個40分鐘的這個路程的話 我一定至少也得騎一個半小時 對吧 相比較以前啊 以前的這種 舊規格的電動車 它 舊規格電動車你可以騎到 45 50吧 好像可以騎到50 我舊的可以騎到50 公里的這個時速的話 就比較快啦 是不是 如果是從房山跑 那個 峰台 40公里的路程的話 我可能45分 40幾分鐘 或50分鐘 我就跑到了 那新的標準之後 就等於是給我的 這兩地的路線 加上一些時間 現在的這個位置 到了花鄉這邊啊 之前的視頻應該也有拍攝到 對吧 花鄉 等一下再往前走呢 就會 有個懷彎 大致上就是 因為現在這個方向是向西嘛 峰台跟 防山的相動位置來說的話 一個是在 東北 一個是在西南 那所以我如果是要往西南方向走的話 我先得往西 再往南 所以呢 現在 前面 就是 也很快點了 就得開始往南啦 差不多了啊 靠左走啦 得過這個 左手邊 這個小山洞 很好 過來了之後呢 還要再往左 以前在走這段路的時候呢 都得看導航啊 現在 就是 騎久了 就發呆的過了 我在台灣的時候也是比較 有這種豐富的 長時間騎車的經驗啊 因為我在台灣的嘉義讀書 嘉義的話 算是台灣的 西南的城市啊 然後我的老家不是在南投嗎 從西南的那個城市 騎我的摩托車 騎摩托車啊 騎回南投的話 騎行的時長 大概是一個小時多一點 因為摩托車可以騎快一點嘛 那總理程數的話大概是75公里 所以我 在嘉義的大學 讀書放假了之後呢 或週末呢 有時候就會回老家 探望一下 家裡的老人 如果是會探望的話呢 就會騎著摩托車 跑75公里 沿途的風景 我是覺得還可以喔 因為就是從嘉義到南投 守的這個省道呢 感覺就比較 純樸一點 原始一點吧 這些地方 基本上呢 十幾二十年前 跟現在呢 基本上長的都是一個模樣 都沒什麼改變 就我們老家南投 南投市 南投市區 也是 從我小時候到現在 三十幾年 我感覺是沒怎麼改變 這就是小城市 這裡呢 就是必經之地 新發地 農貿市場 新發地農貿市場 佔的地方 是非常大的 各種批發 食品 農木產品等等 三龍門 好久沒來了對吧 以前視頻真的有 哇好香啊 榴槤味 哇 路邊有人在吃榴槤 現在這個季節 榴槤好像是在季節上面吧 新鮮的整榴槤在超市賣 大概三十塊一斤 進貨的價格估計也不到二十塊錢吧 應該十六十七 應該就有了 挺好 之前賣榴槤的時候 利潤其實蠻高的 因為這是送貨到家的服務 而且 榴槤有大有小嘛 它範圍都是在 兩三四斤 四五斤 五六斤這樣子 啊 這種的 溢價的話 就會相對來說 比較高一點 這裡還是老樣子 但是 這邊的路 再往前一點 會比較差一點 金陽路 就是有一些地方 被貨車都開壞了 然後這邊是蘋果梨區 有看到嗎 蘋果梨交易員 最近在大陸這邊拍視頻 如果是放在大陸這邊的平台的話 其實都會 會 就不太容易說一些 時事啦 牽扯到 牽扯到 政治的部分的話 沒有更難一點 像我昨天 做了一期 關於 台灣 十一月二十六號 要舉辦的那些 四年一度的大事件 就下掉了 就下架了 B站上沒過 西瓜上面過了之後 過一段時間 他又給 下架了 就有網友說 別人的尺度都這麼敢說 我感覺你欲言又止 等等的 啊 我是怎麼說 這個 實證的就 沒有這個資質啊 說不了 所以我還是會 看情況 要是會做的話 基本上就是 抱持一個心態 四個平台 總有一個平台能上的 大家應該明白我的意思吧 現在 跟大家淺淺的聊一件事情 今天 早上 我看 就是 什麼什麼的 什麼什麼館 上面的一些其他的博主 看到什麼呢 之前 我看了好幾回 在西瓜上面的熱榜 涉及到河南鄭州的啊 遇到河南鄭州 在大陸這邊的網友呢 應該都知道 最近 這一兩個月以來 沸沸癢癢的議題到底是什麼 然後呢 這種內容是我不能說的 為什麼不能說 因為涉及到實證 所以說不了 那他是幹嘛呢 他就是7月10號的時候 在 就是 人民銀行吧 一個辦事的單位 然後前面好多人 的視頻 在 就是大陸以外的地方呢 好多都看到了 我也看到了 這個 在大陸這邊是比較 應該是找不到 找不到這個內容 就稍微看了一下 沒別的喔 沒評論喔 就是看了一下 了解一下 就跟大家說 我知道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可能得稍微快一點 因為 邊走邊路的話 速度比較慢 等一下到 長陽的時候 再接著再路吧 金良路 這邊就是長陽啦 FCC中央城 有看到嗎 這是 大房山 一個精華地帶 其中之一 這是房山線地鐵 然後轉過去 這裡就是奧特萊斯 奧特萊斯 這裡來一個好幾次了 奧特萊斯就是 英文的 Outlet 大陸這邊這種 Outlet 翻譯成奧特萊斯 蠻大的 這我就不拍了 這以前來過一次拍過 現在這邊的話要接著往南走 這邊就是奧特萊斯的這個 地鐵站叫什麼 沒人忘了 到理工大學啦 到了 一共騎行了41公里 好幾次